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我一报了警 他说没有 四个月时间 正邪较量 猎人注定胜出 我心里也有准备 我知道我犯了什么事情 他说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既然你们能找到我 估计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很清楚 然后就一五一四 把这些事情全部交代了 恶习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的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前不久 南昌警方对一名犯罪嫌疑人 实施抓捕的现场 这名犯罪嫌疑人十分的狡猾 为了抓获他 办案民警前后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名犯罪嫌疑人究竟做过什么呢 3月30号 丁永生像往常一样 来到南昌市罗家镇广场 五天前 他把自己的挖掘机停放在了这里 可当他走到停放挖掘机的地方时 却被惊呆了 接到报案后 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查看了现场 民警发现丁永生的挖掘机 是被一个人开走了 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 有时那个人的朋友和亲戚 然而 在对丁永生的关系人进行调查后 警方并没有发现存在纠纷 或者是恶作剧的情况 那么 开走丁永生挖掘机的人是谁呢 更为奇怪的是 丁永生的挖掘机 被开到一个偏僻的小道以后 便消失了 当时我们也很好奇 我说 一辆挖掘机它速度也不快 虽然那一段位置缺失 但是我们把周边扩生 扩生大概两三公里的地方 把那周围 就是说所有道路节点的那个 全看了一下 但是就是没有看到 有这个挖掘机的出现 由我们经这个调查组访 也了解到 这个同型号的挖机 它这个钥匙 就是可能基本上都相似 所以我们当时分析 这个作案发明性人 他可能自己曾经 这个有过这个挖机 或是从事过这个挖机的 这个行业的工作 被盗挖掘机 会不会被藏在了 现场附近的某个地方呢 警方把排查的重点 放在了案发现场周边的工地 然而一段时间的工作后 没有任何线索 相比之下 同时进行的视频诊查工作 倒是有点收获 因为当时下点小雨 有人拿衣服 折住了自己头 在那边走 比如说拿衣服这样 挡着自己头走了 走了路 走到那边一闪而过 这样一个大雨天 用衣服把头给罩住 独自一人行走 并且是在挖掘机 被盗现场附近 这个人是不是和挖掘机 被盗案有关呢 一个人拿个衣服 轮到自己的头 走那个 转到马路上穿过去 这种行为就比较 蹊跷跟异常了 当时仅仅有一个这种 背部面对着我们的摄像头 并且有一个这个 用衣服去遮挡 这个脸部特征的 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行为比较特贵异 比较不容易寻找了 就把它作为这个重点的 这个排查的对象 然而 当时现场周边 正在进行大面积的拆迁建设 虚动设备尚未复原 挖掘机的去向 嫌疑对象的活动轨迹 都因此中断了 正当警方扩大排查范围的时候 针对挖掘机的盗棄案件 又发生了 短短半个月之内 南昌市又发生了 两起挖掘机被盗案件 通过串并案 警方认为 这三起案件 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面对犯罪分子的疯狂 警方加大侦查力度 在后面发生的案件中 办案民警发现了 一辆嫌疑货车 和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犯罪嫌疑轮的这个 又极强的反正常意识 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以及这个 对自己的这个车子 这个前挡风板 是遮挡了自己的这个体貌特征 所以当时我们 对犯罪嫌疑轮的身份 那个时候是还没有落实 这一名男子十分狡猾 作案时对自己的体貌特征 做了充分的伪装 始终没有露脸 但是警方在梳理视频的时候 确定开车的人 就是犯罪嫌疑人 有个人驾驶了一样 那个蓝色的去拟货车 也是个事实上正常 在那车子一样 被打得完 确定了开车的人 就是犯罪嫌疑人 下一步就是要确定其身份 警方先是从这辆货车的车牌入手 查找犯罪嫌疑人的下落 车牌现在我们到 那个相关的数据库里面调查 车主当天晚上 车牌就被人偷走 盗取车牌挂在作案车辆上 犯罪嫌疑人自以为聪明 也就是说嫌疑人很聪明 比较狡猾 他去偷离掉别人的牌照 用那辆牌照把自己 那个车辆原有的牌照给挡住 然后用此来混淆我们警方的事情 误导我们这辆方向 犯罪嫌疑人本以为可以误导警方 恰恰相反 这让警方更加确定 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 通过对嫌疑车辆行驶轨迹的追查 警方发现这辆车最后 在安徽省博州市消失了 然后跟上级反应后 上级也比较重视的感染者 第一时间跟博州市的警方取得联系 最后在南达市 其他的兄弟相关部门 大力协助之下 注意查清了这个车的车牌是哪一辆 然后通过这个车牌 也确认了一个人的身份 四台八吨重的大家伙 紧接连被盗 我去小看我的挖机 突然不见了 我都难闷了 那么大一个家伙 怎么不见了呢 四个月时间 正邪较量 猎人注定胜出 我心里也有准备 我知道我犯了什么事情 但是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既然你们能找到我 估计对我做了那些事情很清楚 然后就是一五一十八 这些事情很清楚 恶习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洋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中医传承 匠心忧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半年健康百年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明确了车主的身份 只能确定 这辆车属于谁 但是从第一起案件起 办案民警 始终没有看清 犯罪嫌疑人的脸 犯罪嫌疑人 是不是车主呢 偷盗挖掘机 这么个大家伙 还得要开着货车运走 办案民警分析 犯罪嫌疑人 可能是两个人 甚至是两个以上的 团伙作案 如果立刻对车主 进行传唤 民警担心打草惊蛇 这个人既然做了两次案 就说明他不是说 我发信偷一次就完了 他肯定会持续作案 当时警方通过 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心理的刻画 认为其还会继续作案 于是青山湖刑侦 便对犯罪嫌疑人 进行严密的布控 每天晚上都通过 相关的资品或其他 查明这个车 有没有到江西省境内来 来了以后 我们第一时间 进行跟车追踪 警方发现 犯罪嫌疑人 把大货车 换成了一辆小轿车 一个月时间里 在安徽和南昌之间 往返了三次 他往返南昌 这么多次的目的是什么呢 发现这个车 应该是在踩点 在找作案 可以转的车辆 在找目标 我来都来了 他就在这转一转 事先开小车来踩点 寻找作案目标 然后再开货车来作案 通过一段时间补空 警方已经摸清了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规律 7月12号下午2点左右 警方掌握到 犯罪嫌疑人开着大货车 由安徽进入到江西境内 警方立即展开 对嫌疑车辆的追踪 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 马上对其进行抓捕 警方发现 嫌疑车辆在南昌县下了高速 不过和警方预想的不一样 嫌疑车辆在南昌县 兜了一个多小时 5点钟的时候 又突然上了高速 往福州方向驶去 我们当时还都有点怀疑 是不是我们自己把我们 真的时间太久 在那儿发现什么东西 警方决定 不管是否被发现 还是继续跟踪 就是发现这个人很奇怪 他往福州方向走 但是他在封城 会下了一大时间高速 在封城里面转了一下 又上高速 又往福州方向走 又在高岸那边 能下高速口的各个县市 都下高速 在周边转了一下 那么犯罪嫌疑人这样做 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怀疑 他之前是没有确认好转地点 他这次来开了货车过来 一边是摸点 第二个是就是说 寻找能不能转的目标 兜兜转转 犯罪嫌疑人最后 在南昌市新建区 望城镇下高速 凌晨一点多 嫌疑车辆在武宫山大道停了下来 犯罪嫌疑人杨某供述 他以前也有自己的挖掘机 靠在工地上接活 和出租挖掘机为生 他原本可以好好的生活 却染上了赌博恶习 挖掘机也被其变卖 偿还赌债 他因为好像是他也赌博 或者他又欠了很多钱 把自己挖掘机给卖掉了 自己就成了无业有名了 杨某向家里借了许多钱 而家人对其在干什么 一无所知 欠我姐的钱 欠她老婆那边的钱 我们都 我光知道的都欠了 有六七十万 给我们家的设计和人 包括她的老婆 都不知道她在干嘛 谁都不知道 不跟我们说话 很好跟我们说话 由于欠下巨额赌债 杨某便打起了挖掘机的歪主意 有了偷挖掘机还债的想法 于是杨某便把作案地点宣在了江西南昌 确定作案目标后 他就借弟弟的货车实施作案 在家乡周边有风险 他觉得从远远的安徽 跑到江西南上来 跨度这么大 警察必定能找到她 杨某说 被警方抓捕的那一刻 其实他心里早有思想准备 我心里也有准备 我知道我犯了什么事情 他说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既然你们能找到我 估计对我做到哪些事情很清楚 然后就